一年一度的花位展 現在就開始了 今年大約三月頭左右 今天是花位展的第一天 我和聰哥一起出來拍照 這麼巧 剛剛昨天收了一支 Leica 100-400 鏡頭 雖然光圈不太大 就是這個5和6.3 但其實焦段夠長 出來的散景也挺漂亮的 聰哥適合你也試過 效果也不錯 剛才試過的鏡頭效果不錯 而且它比較靜 對焦又快 可能一個問題是 這支鏡頭 很多朋友都覺得6.3光圈這麼小 可以嗎 其實當焦段長的時候 有一個壓迫感出現的時候 焦段的散景出現其實很漂亮 甚至其實我這次拍 很多時候都不是全開光圈拍的 我有很多張都是九光圈 即是八光圈 九光圈 甚至是修繫到我曾經有幾張去到22光圈拍照 但它的表現效果也超出了我自己想像的理想 它有防守陣的 OK的 絕對OK的 防守陣的可能很好 而且對焦 之前有人投訴說對焦很慢 抱不住 對焦其實我發現它的追焦效果也很好 當我半下按快門的時候 它已經追到鎖定那朵花 就算我透徒移也好 它也不斷追著那朵花來走 不錯那樣的 對呀 我昨天試一試 可能已經黃昏了 其實都是鎖定的 即是你的鏡子就算在搖 它也追得很快 真的很快 這個真的不錯 這個叫做抵賺的 而且這次我們試鏡 我們就這樣去試 不論是100mm距離或是400mm距離 發現它的穩定性和操控力都很強 而且我全程都是手持的 不過重量來說 跟SL2S合在一起 是很平衡的 我看到它持續得很自在很穩 因為很怕有些摔頭 又或者是墜尾 其實是背得很辛苦的 但基本上兩隻手都可以的 絕對可以 操控性很好 對呀 那你又很極端 你又除了一支Telly 100-400mm 涵蓋了基本上中長焦的範圍 很多時候我們用這支鏡頭 這些焦奪鏡頭 都是拍攝一些生態、雀鳥、運動會、動物之類的東西 或者打雀 但這次拍花我覺得是一個挺有趣的選擇 不錯呀 真的是 除了這支鏡頭 你還拿了第二支鏡頭 對呀 一支平時我喜愛的鏡頭很喜歡 對呀 但亦有很多朋友覺得這支鏡頭很吹水 覺得這支鏡頭很嫌棄它 因為第一件事 它光圈小 只有四降圈 因為它沒有散景之類的 其實很多時候聽到一些對它很不公平的說話 所以這次希望可以平反一下它 對呀 衝歌飛乎 對呀 那這支鏡頭就是R214 是Styler代工的 那這支Superangular來說 就比起其他的21鏡來說 是比較上會不同了少少 因為它的最近對焦 不過近的情況下 比其他我們M鏡玩開的21 是近很多 那事實上來說 如果大家細心留意到 它的對焦最近 是Sensor屏面的範圍開始 去到它最近的地方 焦點位只有八吋 對呀 我看你正確的 用手指去量度 對呀 如果習慣了 有一點巧妙 可以用手的距離位 又或者用相機帶 做一個marking幫助自己 去量度最近的距離去拍照 這支鏡頭也不用對 對呀 還有一個問題 可能有人不會覺得 你沒有反螢幕 當然對不到 但你看看日後 其實有反螢幕 反光的有份 其實拍陽的五眼 當你反螢幕到 你的焦點也看不清楚 所以有很多朋友 有恐懼性 就是有害怕 不能自動對焦 我對不准 其實不用擔心 其實有很多的器材 或者運用方式 就算我們手動鏡 都可以玩得很開心 只不過很多時候 就說懶 或者習慣自動對焦 按一下 這樣就可以拍得到 方便 這樣就可以先拍攝 對呀 所以待會我們回去 收拾一下照片 待會我們回去收拾一下照片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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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